第五十九章 一张呆笑的脸就如漆黑的天幕上一轮孤月 虽然冷清 却有种让人忍不住靠近的温暖 真妙就震了震 然后脑道 罗世子未免关心的太多了 还有 有什么事情不方便见面的话 何不递个口信进来 每一次都跳窗 难道这是罗世子的爱好 罗天成缓缓地受了笑意 孤月便骤然变成了寒心 沉默在二人之间蔓延 真妙却没有后悔 这人动不动就半夜翻墙 跳窗来他这儿 为时让人恼火得很 啪的一声 烛火爆裂 随后光线又暗了暗 两久 罗天成才开了口 真死 你给我牢牢记住 以后我们有事 要么就是约在外面见面的 要么就是我来你这儿 嗯 罗天成博春紧敏 碰铁不成钢的刀 难不成 你还想再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信 二叔既然能模仿他的笔记一次 就能模仿第二次 第三次 他可不想再因为这个 为他算计 一提到那封信 真妙骤然反应过来 神色复杂地点了点头 他一头青丝 只用一条鸭蛋青色丝带 匆匆竖起 几缕青丝滑落下来 随着点头跟着不停晃动 一下下抚摸着那张金鸣如玉的面庞 对了 罗世子 我托你打探那件事 到底如何了 罗天成目光不自觉 被那几率调皮的青丝吸引 就忘了回话 真妙拎起了眉毛 罗世子 罗天成这才回神 轻刻一声道 这么好 真妙诧异地睁大了眼 这条件 他都想嫁了好吗 不是天子脚下 没有那么多盘根复杂的关系 家底又丰厚 这不是他当初的理想生活吗 你在想什么 看着真妙的表情 罗天成 没来由的心头不爽 冷了脸色 真妙吓得心底一机灵 这都能被他看出来 这人还是人嘛 那个 我就是想 这么好的条件 倒是一门好姻缘 表姐运气还挺好的 羡慕吧 罗天成的声音格外温柔 在夜色 沉沉的这一方小天地里 有一种祸人的味道 嗯 真妙下意识地点点头 骤然觉得浑身一冷 猛然清醒过来 瞄着那块结成冰的脸色 傻笑着的 哼 那个 罗世子 就爱说笑 哼哼 罗天成气的一口老血 涌了上来 又默默咽下 冷笑道 哼 可不是好 常见伯父 吴太太的那个侄子 自幼体弱多病 已经病危了好几次 至今 妙门当户队的人 愿意把闺女嫁过去 怕绝了后 她家已经给她 讨了几方小妾 数子数女都有了 嫁过去 正好捡现成的 这妙听得目瞪口呆 随后气得不行 这吴太太 也太缺德了 她外族家 便是再破落 也没有把女儿 推进火坑的道理 这不是骗婚吗 想想不由后怕 只要是没有仔细打听 把表姐嫁过去 将来母亲知道了 还不内疚死 多谢罗世子了 真妙诚心实意的道谢 举手之劳罢了 罗天成淡淡的道 该说的说完 二人又有短暂的沉默 罗天成拿出一个 玉制的精致小盒子 递过来 这是宫内的云霜膏 这俩外伤极好的 你试试吧 啊 啊 多谢了 真妙一脸的意外 那我就先走了 罗天成起了身 世子慢走 真妙脚上有伤 不便起来 只扶着靠枕 把身子坐直 罗天成走了几步 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 停下了头 扭了头 神色古怪的望着真妙 真妙有一些疑惑 罗世子还有事 罗天成摸了摸鼻尖 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提醒你一句 以后还是少吃点肉 真妙震了震 随后立刻红了脸 抓起靠枕就丢了过去 恼羞成怒的道 我愿意我喜欢 该死的 等他脚异好 立刻把那个 美白肌肤的方子用上 罗天成轻轻松松的接住抱枕 把他随意丢在桌岸上 双脚一蹬 从窗子翻了出去 神都不见了 仿佛还能听到低笑声 凉凉秋风 从窗子灌进来 饶式必杀厨 紧靠着里面 杀杖还是被吹得 不停晃动 清哥 真妙喊了一声 清哥虽然睡得沉 对自己名字 却是格外的敏感 听真妙这么一欢 立刻跳了起来 姑娘 您换婢子 嗯 把窗子关好吧 啊 罗世子这么快就走了 清哥手了手眼睛 真妙抽了抽嘴角 这到底是谁的丫鬟 不走 难道在这里过夜不成 清哥走过去关了窗 看到那靠枕捡了起来 嘀咕道 奇怪 怎么靠枕跑这里来了 抱着靠枕走进碧杀厨 姑娘 我捡到了这个 真妙扶了扶额头 清哥瞅瞅真妙神色 恍然大悟 姑娘 这难道是您送给罗世子的 哎 他没带走 姑娘 您 您可别往心里去 嗯 你快去睡吧 真妙认命的摆了摆手 第二只温氏来请安石 真妙以闲谈的借口 把他请去了碧杀厨 接着就把罗天成 调查来的情况说了一遍 温氏愣了好一会儿才到 既然是罗世子查到的 那肯定错不了 那吴太太可真是个混蛋 不得好死的 真妙盲劝了劝 温氏叹了气 你表姐这情事可真是艰难 哎 妙儿啊 你可要惜福 我看罗世子啊 对你是挺不错的 真妙哭笑不得的点了点头 要不说难得糊涂 当时罗天成对他做的事 温氏一直不清楚 或许这才是最好的吧 有罗天成给的那盒云霜高 真妙的脚没出几日很快好了起来 虽然走路还是有些不便利 至少不用再要清歌背着了 转眼到了天寿圣节 老伯爷和大老爷都参加朝贺去了 至少要折腾下午才会回来 真妙正陪着老夫人聊天 有丫鬟禀告老夫人大夫人过来 这个时候正是大夫人讲事 打理事务的时候 怎么会好端端的来找老夫人呢 真妙心里纳闷着 就见讲事走了进来 神色虽然沉稳 匆匆的脚步却暴露了他急切的心情 怎么了讲事 老夫人开了口 讲事看一眼真妙 倒是没有避讳他的意思 缓了一口气道 老夫人 是我们房的蓝姨娘没了 老夫人掐着佛珠的手一顿 连眉毛都没有抬 这是天寿圣洁 天大的好日子 一个姨娘没了便没了吧 好好装脸了就是了 讲事点点头 蓝姨娘前些日子 闪了风寒就病得不大好 已经准备好了呢 真妙听得眼皮子一跳 蓝姨娘前些日子病了事不佳 但是说没就没了 又岂是那么简单 果然就听讲事又道 蓝姨娘身边叫清娥的丫头 忠心耿耿 蓝姨娘一眉 竟然殉主了 一而息看 夜后葬了吧 赶上昭芳帝的寿臣 蓝姨娘不过是个贱妾 伯父连线都没有给参加朝贺的大老爷送 就把蓝姨娘埋在了山脚下 陪着她的是那殉主的丫鬟亲额 大老爷回来后 听闻蓝姨娘的死讯 只是震了震 随后如往常一样的沐浴更衣 歇在了明华院 蓝姨娘的死 就像一个小小的石子投入湖里 泛起的涟漪还没有荡漾到人们的心底 便悄无声息地散了 被关起来的真境 还是得知了蓝姨娘的死讯 那一日 小丫鬟东哥 提着石盒推门而入 房门打开的枝压绳 并没有惊动真境 他呆呆地缩在椅子中 像一个没有生机的精致人偶 东哥看了不舒服地皱了皱眉 他很不喜欢这位三姑娘 虽然每一次这位三姑娘都沉默寡言 可不知为何 就连他周身的空气都死气沉沉的 让人心情烦闷 三姑娘 吃饭了 东哥把石盒放在长桌布条上 把碗筷一一布好 真境看下东哥 眼珠转了转 那婢子就告退了 反正吃不吃 过会儿他是要来收的 多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待下去 东哥年纪不大 遮掩情绪的功夫还不到家 那抹嫌弃之色就被真境撞见了 你站住 声音从背后传来 凉凉的 缓缓的 就像一条蛇顺着小腿缓缓往上爬 东哥身子颤了颤 转了头 三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吩咐 真境低着头 喃喃念着 显得无处又娇弱 东哥微微松了一口气 他怕什么 三姑娘如今连门口都不能迈出一步 听说亲事也退了 这往后恐怕还不如有头有脸的丫鬟过得好 他的姐姐 可是老夫人身边的下妹 虽然只是二等 也算是九体面了 想到这 东哥身子挺了挺 就见真境忽然露了一个笑脸 猛人抓起桌案上的一盘菜 就这么治了过来 东哥尖叫一声 下意识地往旁边一躲 还冒着热气的嫩豆腐 大半就泼洒在衣衫上 青花丝的蝶子在脚边碎裂 热汤汁更是溅到了绣花鞋上 那双刚入秋府才发下来的软断绣花鞋 瞬间就染成了一大片屋子 三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呀 东哥被烫得跳脚 言语间就有些忘了宫颈 真境吞得站起来 多日来的颓废茫然 好似烈油被火星点燃 掀起了腾腾热浪 东哥被害主了 一动不动地看着真境到了跟前 接着啪的一声 脸颊已经挨了一个耳光 下气得奴才秧子 我好歹是这府里的三姑娘 也是能你嫌弃的 三姑娘 鼻子没有 又是啪的一声 东哥猛然捂住另一边脸 只觉得双颊热浪腾的疼 真境却好似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 双手齐上又打过去 东哥不敢还手 却被激出了火气 边躲边闪道 三姑娘是主子 难为一个婢子 一个小丫鬟做什么 想摆主子的块 今天姨娘那里摆啊 她也不是个诺才羊子吗 你 你敢说我姨娘 真境这一次除了发泄 真正来了怒气 东哥吃笑一声 有什么不敢的 蓝姨娘如今 反头都恐怕开始长草了 真境表情有片刻呆滞 随后像是面具出现了裂缝 有些绝望 又有一些疯狂 一把抓住了东哥的手 你说什么 你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 你放手 东哥被真境模样吓得不轻 使劲挣脱开 旋风般的跑了 喷得关门伸船来 真境还是呆呆的 姨 姨娘死了 怎么会 怎么会 不行 我要见父亲 扑到门前死命的拍着 来人 我要见父亲 来人 这番动静不小 门倒是开了 林默默 是不是父亲要见我了 真境眼中有了一丝光亮 林默默 在大夫人讲世嫁进来之前 就是大老爷院里的管事默默 真正算起来 是大老爷的清醒 林默默 面色沉浸地站在那 三姑娘 世子爷让您 好好养着身子 我父亲在那 会要见他 林默默眼中波澜不惊 淡淡的 世子爷在秀姨娘那里歇着呢 秀姨娘 真境一愣 是 蓝姨娘去后 夫人怕世子爷少了人伺候 从外面买了一些人进来 其中两个给了世子爷 秀姨娘 得了世子爷亲眼 刚被抬了姨娘 林默默说着 看向真境的眼中 终于有了一丝怜悯 三姑娘 你还是好好休养吧 见林默默要关门 睁静伸手 把门撑住 脸色惨如白鬼 林默默 你 你能不能告诉我 蓝姨娘 是怎么去的 啊 不是前些日子 伺候三姑娘 累病了吗 可惜蓝姨娘身子骨弱 竟没有熬过去 林默默说完 轻轻关上了门 关门的声音传来 那一刻 真境觉得 就好像是把她的心 跟着关上了 姨娘累病了 没熬过去 真境垂着头 长长的指甲深深陷入肉里 姨娘原本留在这里照料她 有一日忽然身体不是不假 可要说因为这个去了 她怎么能相信 真境想起来 前两日蓝姨娘来借口看她 说的那一番莫名其妙的话 进而 姨娘都是为了你 所有的伤害 都让姨娘去应付 我的儿 你只要好好养着 将来风风光光的 进了皇子府就好了 就好了 姨娘她到底做了什么 府中是不是发生了 什么不知道的事 导致了姨娘的死 真境如行尸走肉般的 走到梳妆镜前坐下 望向镜中的人 苍白的脸色 消瘦的容颜 虽然极美 却仿佛是脆弱的直美人 一碰就要碎了 她不能再这样下去 她要养好了身体 抓住六皇子的心 她不能要姨娘白死 真境 拿起放在桌上的木筷子 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明华院这边心思各异 何风院哪边 一时不平静 姨娘的死带来的 不只是秀姨娘 还有丽姨娘 夫人请喝茶 一个穿浅眉红色 秀绿蝶金子的女子 高举着茶盏 跪在温室面前 月发散发着 鸟鸟热气的茶盏 落入温室眼中 是一张眉目如画的脸 三老爷和温室相对而坐 目光一时落在眼前的 丽热身上 一时落在温室身上 变不出在想些什么 只是丽姨娘跪着的时间 稍稍久了 高举茶盏的双手 微微颤了颤 又轻咬了下唇 吻吻举住 这庙坐在温室下手 拖着塞 静静打量新来的姨娘 对于温室的 迟迟不接丽姨娘的茶 并没有提醒的打算 若是温室还打算和三老爷修好 当个贤妻良母 自然是该表现的大度 可母亲 分明已经连父亲都不在乎了 一个姨娘 不高兴了就得受着 对姨娘一双 吟吟秋暮 果然飘向了三老爷 那欲语还修的模样 真真是我见有怜 可惜还不带三老爷开口 温室已经把茶盏接了过来 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才到 叫什么夫人 该叫太太 赏别人听了 还以为我们伯父没有规矩呢 这话已出 三老爷脸色就有些不好看了 立朝的规矩 只有告命在身的妇人 才能被称为夫人 京城谁不知三老爷被夺了官身 连带温室的告命也没了 只是一些大户里 就是没有告命的主子 下人们奉承着也会喊上夫人 没人太较真 温室这当口提出来 可不是把他的老脸打得啪啪响 三老爷前端时间 就像犯了中二病的少年 做出了不少浑事 被真妙骂了几次 知道当初那花魁 不是靠自己魅力吸引来的 灰心丧气之余 寻了几个台阶 温室都没有给他下 就有一些破罐子破摔了 他毕竟都是当爷爷的人 等那个尽头过了 心下也生了懊悔 打算好好过日子 对于心得的妾 虽说有几分喜爱 但不犯病的三老爷 也没有宠妻灭妾的打算 可温室毫不留情地打脸 却让他心中苦涩难言 明白有一些事情一旦发生了 似乎真的回不去了 温室看也没有看三老爷一眼 拿出个银钗放在托盘上 也算是打赏丽姨娘的 谢夫人赏 丽姨娘面上看不出任何不满 公公静静地收了起来 然后给真妙建立 真妙还了半礼 小咪咪地当 姨娘好颜色 行了 茶也喝了 今儿就当着老爷的面 我就把话说开了 丽姨娘 以后我也用不着 你渐天地来请安 你把老爷伺候好就行了